Hello,大家好,我是Sharon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Current Body的家用美容衣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Medi-Q的家用美容衣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Medi-Q的家用美容衣 這部是水光導入機 這部是膠原真身的一部耳機 這兩部都有各有的優點,我會跟大家分享 這也是我自己課金購買的兩部產品 如果你們對Medi-Q的兩部產品很有興趣的話 不妨繼續看下去 如果你們還未訂閱的頻道,就快點訂閱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有新影片的時候,你們就不會錯過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這部也是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 這次真的跟大家分享我最真實的感受 因為這兩部產品都是我自己課金 所以我真的有那句就說那句 我自己第一部買的就是這部膠原銅硬真身的機 這部家用美容衣 我一開始看,其實我也考慮了很久才入手 因為我原本是想入手一些可以增加骨膠原的家用美容衣 那時候就在考慮某一個品牌 再加上Medi-Q這個品牌 所以在做了很多研究之後 我最後買了Medi-Q這部家用美容衣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 其實我本身臉比較瘦一點 會很容易有一個凹痕的情況 之前看我的影片都會 很多朋友都叫我吃肥一點 因為我一說話就會很膩 到現在都會有這個情況 但是我用了這部家用美容衣之後 其實情況真的有改善的 我首先介紹一下這部的儀器 這部的儀器其實就是用了RF的蛇瓶 再加上超聲波的雙重能量 令到它可以幫皮膚底層做到膠原再生的功效 所以對於一些皮膚凹陷 或者本身骨膠原已經開始慢慢流失 上年紀的朋友 這部儀器就可以幫到手了 因為我平時一個月都會去美容衣 去做一次的毛澤埋線 其實是有一點幫助我的底層做回骨膠原的真身 然後是緊緻提升 所以這部機其實是一個輕盈版 即是家用版 可以在家裏自己做到 這個類似的療程的一部儀器 這部儀器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五個強度可以選擇 一開始使用的時候 都很建議大家可以先從一開始 因為五其實強度都挺厲害的 我剛剛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我好記得的感覺是 哇!很神奇 因為我一嘟嘟嘟嘟完之後 其實是感覺到機肤有一點震震震震震震的 其實一開始都會有一點怕 怕強度會不會太厲害 但到了現在 即是一年多的時間 其實我去到第三、第四個月 其實我已經開始用到第四、第五度 那已經那個功效對我來說 都已經不是太感受到 即是可能頭過一至三個月 其實那個感覺是最明顯的 因為感覺到機肤真的在動 而且會有一點好像 有一點觸電的感覺 所以我頭過一至三個月 感覺是最大的 但到了第四、第五個月之後 到現在 其實我去到第五個強度 其實我覺得那個效果 即我皮膚感覺上的效果 已經沒有那個震動 或者是有那種觸電的感覺 除非去到眼仔 皮膚薄一點的位置上 當我擺上去的時候 可能因為皮膚比較薄 所以它就會有一點好像 灼傷的感覺 因為我較強度是五 所以都比較強一點 這些位置我會馬上縮開 這些位置就會比較明顯 但其實皮膚上 面盒或者下巴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沒有很大的感覺 但又不代表它真的沒有用 其實可能它正在做事 純粹我的皮膚已經習慣了 這部儀器的強度 所以對我來說 我就已經不太感覺到 有什麼觸電的感覺 但我用了這年紀 其實我感覺到我面部 即是頭過三至四個月 其實都很明顯看到 看見我這些位置其實是沒有以前那麼膩的 第一就是可能我真的肥一點 第二就是我會覺得 幫我的底層是做了一些骨膠原的再生 當然這些是我自己肉眼上看下去 即是不能夠用什麼儀器 或者用什麼測試 或者實驗去證明 究竟這部機真的有用 但我覺得這部機絕對不是 或者是一些用途 或者是一些功效都沒有 我差不多每一天都會用上這部儀器 這段時間我都覺得自己幾乎沒有以前那麼膩 所以到現在其實我保持著每一天都會用 這部機除了五個強度可以選擇之外 其實它每一次都會有80發射頻 可以射出來 按一下開關 然後中間這一個就是射頻 它每一部分是有10下的 一開始你不太明白的時候 可以上網看它的影片 你可以跟著它們做 因為它有一條短片 其實是指導你們怎麼做這個儀器 例如第一下 10發就會在這些位置 然後再說 這樣 完了10發之後 會有一個比較長的提示聲音 然後你就可以轉到另一邊 繼續做10下 做了80發之後 完成後 就會自動關機 這件事我也覺得不錯 不用自己数着,而且可以做一个提示 让我们知道实发完了,要打开压头或另一边 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方 这款美容仪使用的时候,最好是跟着面膜使用 又或者是跟着火动的营胶去使用 他买这款产品的时候,就送了这面膜 这面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红色的 而面膜上面也会有一些箭咀 箭咀就告诉你,你在这些部位可以打 而这些部位应该怎么打呢? 到压头打了10下之后,就可以去到側面面膜 面膜就可以这样打上去,颗头就这样推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对于新手来说,也是非常好 也是简单一点,不用一直看着视频 就可以使用到这个美容仪 除了配合面膜使用之外,可以配合液胶 其实我另外买了一支是给这个机器 这个就是这部美容仪专用的导入型胶 用完之后,我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功效 或者可以帮助太多 所以我用完这两支之后,就没有再回购了 我之后就买了那些挠胃的果冻 gel 拿来做一个面部保湿 然后再配合这部仪器去使用 其实我都觉得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不一定真的要买它们的专用导入型胶 这个纯粹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自己的意见不代表其他人的立场 所以如果你们之后有兴趣买这部仪器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一下用它们的专用型胶的感觉 之后再买其他的果冻型胶 再感觉一下其他品牌是否都可以 这个可能是自己选择的 现在的我基本上是用一个挠胃的果冻型胶 又或者我配合平常的普通面膜 平常的普通面膜我敷完之后 可能我敷13分钟 我就会开这部机5分钟 做完80发就完了 有时候前一两晚我熬了东西 到第二天我感觉到皮肤和肌肤好像不是很好的状态 但我感觉到肌肤好像有凹了一点 或者瘦了一点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会继续用两回合 做完80发之后再做到80发 但是官方说明最好不要一天超过使用两次 所以我通常最多都是用两次 所以我很少会做第三次第四次 这个大家就可能要注意了 但是我的问题就出现了 我现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看我这部仪器的肌头 这部肌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发现它的肌头开始有血落的情况 它面头那层东西开始脱落 我会看到它原本的胶身面 这个我自己看来就不太喜欢 因为一来就不太美观 二来我就会觉得 这是不是质素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 还是因为我可能继续用LV5 所以那个热度会令到肌头 这些可能 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其实这些太热了 当然我觉得现在也不影响使用的功效 也不影响使用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理会了 也不知道买了这部肌头的朋友 有没有试过这个情况 因为我真的第一次试用 也是第一次看到它这个情况 如果有的话 大家不妨在下面留言给我 这个也是大家要留意的问题 相隔了半年之后 在很多朋友的介绍之下 我就再次入手了MediQ的这部 水光导入的仪器 这部也是我身边很多朋友用完之后 超级赚的一部美容宜 就是这样 用完之后 皮肤真的好很多 保湿了很多 用完它之后 那些护肤品就吸收得更加好 MediQ的官方网站 就说它这部导入仪 可以使用的护肤产品 吸收率可以增加到4-9倍 那么多 所以令到我很想再买它 如果有看我影片的朋友 就知道我的肌膚是偏干燥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选一些 很保湿的面霜 精华 面膜去使用 也推介给大家 所以听到这部肌 可以将我的护肤产品 好好地吸收到皮肤底层 令到我的皮肤底层更加注满水分 令到我很心动 所以我就买它回来 其实我买了这部肌 直到现在 差不多使用了半年至九个月的时间 这段期间 其实我的 feedback 都很好 其实我的感觉都真的不错 这部肌和刚刚那部的胶原和硬肌 一样 都是有五个强度可以选择的 但是这个令到我很惊讶的地方 就是我第一次使用 我真的有点害怕的感觉 那种惊讶是因为它的 level 1 都已经很强劲 我开始就以为 会不会跟刚刚那部 胶原和硬肌一样 可能第一次使用 就比较强一点 之后可能用了几个月 就没有这个感觉 没有 我到现在 其实我最劲的 都只可以用到 level 3 那 level 4和 level 5 我到现在都不可以挑战 因为强度真的太强 强度如果我调了4的话 我真的感觉到 我不可以整个面 碰到皮肤上 所以这个感觉也是因人而异的 那这部肌我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我就是在敷面膜的时候 我会用 又或者在我敷完面膜之后 有些面膜的精华 仍然在皮肤的表面上 我都会用这一部的導入肌 去帮我把面头的精华 倒入到皮肤的底层 其实这部肌除了可以用在面膜上 其实也可以用在任何护肤的产品上 例如可能是精华 又或者是面霜 其实你都可以用这部的美容液 去帮你做一个导入的功效 那我自己就少点是用在面霜或者精华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皮肤 是比较干燥一点 所以我把精华放在面上 我用手这样抹一抹 其实很快就已经吸收了 所以基本上 我都不需要用到这款导入肌 面霜也一样 其实我都很快就已经吸收了 如果要用到这款导入肌 去帮我去吸收面霜或者精华 我相信我要用的精华 或者面霜要更多才可以帮我吸收 所以我都很少真的会用到 面霜和精华的部分 但是面膜就不同了 因为面膜 每一次用完 其实面膜精华都还有很多 所以我就会用这部肌 帮我去做一个深入的导入 然后再去洗面 这部肌我到现在来说 我都真的觉得真的不错 这部肌也有个好处 其实它5分钟就会停 所以去到1分钟它就会提醒你 1分钟已经完结了 2分钟完结了 又会再提醒你 去到5分钟它就会自动关系 我自己也是 通常如果那些精华吸收完 都还没完的话 其实我就会停止它 但是有时候 可能面膜精华很多的时候 可能我做完5分钟 我还是感觉到面膜 那些精华还有一些 那么会继续解开再用 所以我最多其实用2次 自己用了这段期间 我觉得他的效果不错 都真的使得我肌肤状况 底层真的没那么干燥 我觉得这部机型都功不可折 它也发挥了一个功效给我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每个人的皮肤状态都不同 所以如果你們在找一些導入的儀器 我覺得這款產品都可以入手 都蠻推介的 因為我覺得真的不錯 我自己到現在只能夠挑戰Level 3 Level 4和Level 5我到現在都真的挑戰不了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人可以挑戰 因為它的強度真的很強 強到好像觸電一樣 有些被電傷的感覺 可能有機會因為我皮膚比較薄的問題 所以到現在都未能夠用到Level 4和Level 5 所以這個效果到現在來說 我仍然在使用的時候都很明顯有那個感覺 所以這部機器我也覺得不錯 也可以推薦給大家 我現在用了半年至九個月 這部機器沒有剛剛導入儀 有脫膜的情況出現 至今都很帥氣 所以我不知道用久了會不會有同樣的情況 但現在我對這部機器也是一個剩平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留意多些他們的官網 或者看多些他們的資訊 但我知道雖然我現在介紹他們的兩款產品 都好像有點相似 因為我前段看到廣告 其實這兩款產品都好像出了進階版 進階版就是一支導入 可能有其他不同的功效 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究竟他們兩者有什麼分別 新版和舊版有什麼不同 究竟誰才適合你們需要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 如果預算有限的話 我覺得舊版其實都已經夠用的 但如果你們說 其實都是欠了幾百元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你可以買新版 因為都是那句 有新產品不是新產品嗎 是嗎? 所以大家如果預算都可以的話 其實我都很建議大家可以試一下新版本 但我自己暫時就買了夠 所以我都會繼續用下去 而且我覺得MEDAQ這個品牌 其實都算是挺合理的 不只是一些很貴的家務美好意 所以就算是一些 可能就算你剛出來工作 或者是學生哥 其實都還是可以提供到幾個家務美好意 在性價來說我都覺得挺高的 所以這兩款產品 就是我在MEDAQ入手的 也是我用了這一年半的感覺 又或者你們也有買這兩部的儀器來用 而且有些心得都可以分享給觀眾們 就不妨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想看的話 好,大家也可以留言 或者DM跟我說 如果你們還未訂閱頻道 就快點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MEDAQ MEDAQ